就在我们的Mutiarra Rini隔壁 Freehold Project Cheat Bus也是会比较靠近 一个是22x70 一个是20x70 屋子的外形是非常的时尚美观 客厅处蛮宽敞的区域 是一个Fully Extend的屋子 一个非常宽的这个中厅 Stadium Sultan Ibrahim 就真的是在对面而已 明年就交钥匙了的 价钱竟然只卖800多千7 大家好,欢迎收看甜美卖房 今天我带你们来到我们这个哥浪巴达区 看这一个KSL Alma的新项目 这个项目它的名字是叫Ethos Residence 先大概跟你们讲一下这个项目的地点在哪里 它其实就在我们的Mutiarra Rini隔壁而已 如果你们是附附近区域的话 其实你们知道Mutiarra Rini 它是属于一个List Hold的一个project来的 可是在这里,它在它隔壁而已 它这里是打造一个Free Hold的project 而且它是Individual Titan 你可以自行改造 再加上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方便 它这里去我们的这个Lotus Mutiarra Rini 只在5公里左右 然后去我们的Aeon Booker Index 也是在13公里左右 当然如果你要去Dras 也是会比较靠近的咯 先带你们来看这个项目 它的四周围 你可以看到旁边 它其实就是highway来得了的 再加上这里 其实它总共是有一个84公里的发展项目来的 然后这个发展商呢 它在这里是会打造一些Apartment 店面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双层排屋咯 可以给你们知道一下 其实我们的这个Face 1跟Face 2的 这个Ethos Residence 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卖完了的 今天为什么我要到回来开箱给你们看 是因为我们接下来会有Boomy Release的单位啦 我们现在往单位里面进去看 我们这个双层排屋 其实它是有两个款式的 一个是22x70 一个是20x70 今天我要带你们看的是我们这个22x70的款式 首先我们来到这里就可以看到 其实它这个整体屋子的外形是非常的时尚美观 它上面是有一个这种褐色的感觉 然后这个车房还有这种地砖 深灰色系的地砖 就是现在实际上蛮流行的一个色系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它的大门处 这边它是已经做好一个大门给你了的啦 好 这样我们再过来旁边看的话呢 其实这个show unit它是一个corner单位 所以它有小地啦 所以如果今天也是选择中间单位的话 它就没有这个地咯 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车房其实是非常的长的 这边你要Buck四辆车肯定没有问题啊 我们再过来一点点就来到它的这个入口处啦 它的入口处也是放了这个木门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这个木门是深河色系的啦 我们这间屋子的话呢 它的建筑面积是有2500m2那么的多的哦 OK 好 这样我们进到里面这边看啊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是非常的宽的哦 如果你要在这边做一些神呆区啊 还是植物柜啊 通通都有位置给你做啦 OK 那你可以看它的这个地砖哦 是走一个这种方形亮面的地砖这样的哦 来到客厅处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客厅哦 其实也是一个蛮宽敞的区域的 因为这间屋子它是22的嘛 然后下面 像前面的话呢 其实啊 这边是有这一个四扇的窗口的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们是想要追求比较modern 比较有放些装修吧 这下去的话 你们可以把这个整片模拟换成一个 没有这种边边框框的玻璃啊 我觉得整体的感觉又会另外一种感觉哦 这里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有TV box在那边咯 所以你的电视机可以放在这边 你的sofa就放在旁边那个部分啦 OK 好 这样我们过来一点点 就是这个饭厅区域 你可以看到它饭厅区也不会太宽小的 是一个很宽的空间啦 不过也因为这一间是corner单位 所以它才有这个采光床啦 然后旁边这边呢 还有一些空间 which你可以做一些植物柜在这边 还是你要放一些study table给你的孩子 在这边都OK的 好 这样我们看完客厅饭压过后 这里就是我们这个厨房的区域啦 你可以看到它厨房的区域哦 有明显不一样磁砖的color 这个是走一些褐色系这样子的感觉的 如果今天你要在这边做一个中导啊 吃早餐这些我觉得感觉也是蛮棒的哦 OK 过来这边它的磁砖就是上到顶咯 这个是属于一个干厨房的位置这样啦 所以你的那个洗碗台那些可以放在这边 这边你就可以做多一点厨櫃来收你的那些 玩玩叠叠啊之类的感觉咯 OK 我们去看后面之前咯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个房间的 这个房间就是我们俗称的长辈房咯 然后这个单位的话 它一共是会有四房四侧那么的多的啦 首先 我们先来看的就是你放床的部分啊 它是一个四四房包的格局 然后它旁边这边呢 还有一个空间 可以放你的梳妆台啊还是衣柜啊 全部就坐在这一个部分咯 然后它是有一个采光窗的 然后这边也很明显可以看到A73 是一个fullly extend 的屋子哦 现在还在施工中啦 它fullly extend 了 所以那个道路哦也不会讲太窄的 你要垃圾车过啊那些都还是过得到的 再过来一点点就来到我们的这个厕所的部分 厕所的部分呢又用不一样的地砖哦 就是用深灰色系的地砖给你啊 也是上到完了的 而且啊通常我们看长辈房的厕所是比较小的嘛 这个厕所我一进的时候就感到 诶 本边蛮不错啊也是蛮够宽大的 你看它放马桶区啊 然后淋浴区在这边哦 你看那个瓷砖的数量就知道了的 它是一个比较属于比较大的一个厕所区啦 好 我们再过来一点点 这边呢你就可以拿来打造成你的四处方序 或者是你的洗衣区也是ok的哦 这样我们看完楼下了嘛 我们现在往楼上去看 好 这样上到来楼上了啦 这边也可以大概给你们看过一下啊 这个楼梯扶手是用这种摆杠这样子的设计的哦 而且它的地砖呢就是用回跟客厅那样的感觉的 ok 这样我们首先上到来的时候啊 就有一个非常宽的这个中厅啦 我觉得如果今天哦 你们要稍作改造啊 打多一个小房间出来都ok的 因为你看它是一个非常宽的一个距离来的哦 而且它旁边这边哦 就有这些采光窗 因为它是corner单位嘛 如果你是中间单位的话就没有咯 楼上的话我们一共是有三个房间的 它的房间的话呢就是一个跟楼下的格局比较像的 就是一个四房型这边 然后那边一个长房型这样子的感觉 它是有attached bathroom的啦 然后这个 bathroom的话呢 它的设计哦也是跟楼下一样的 就是用这种现在比较时尚流行用的 深灰色系的地砖啦 ok 然后再过来 一样它这边还有一个房间 其实就是一个mirror image这样的感觉啦 所以厕所我们就不多看哦 它的感觉都是一样的 这样我们把时间留给我们的主人房 来到主人房的部分哦 它相对的简串很多 你看啊如果今天你把床放在这个部分 然后你的电视部位那些哦 还可以坐在这个部分 它相对的讲哦 是一个很宽的一个主人房来的 然后来到这边的话 你也可以看到它是有这些采光窗了 很大片三面的这一个采光窗咯 一样如果你们是追求比较设计感的 哎我觉得也是可以把它换完 换成这种没有边框的啦 然后我们从这边往下去看哦 你也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保留一个地在这一边啦 就是我们车房的那个顶啊 ok 所以这个的话 如果你们有预算也可以把它打出去 这样你整间的感觉哦 就会大很多啊 在这边哦 你可以看到 哎其实那个stadium Sutan Ibrahim啊 就真的是在对面而已啊 所以这个地理位置来讲是非常的好的哦 ok 然后再过来一点点 这边就是你放梳妆台的部分啊 你的衣出去 所以这边呢 你可以搁起来做一个wall in wall drop 也是蛮不错的哦 然后来到主人房的厕所 它就没有浴缸 可是它的空间感来讲 也是非常的棒的啦 基本上我就开箱完我们这一个 位于格朗巴达区 KSL Alma的这一个 Ethos Residence给你们了啦 为你们做一个小总结啊 我们这一个项目呢 它是会在明年就交钥匙了的哦 而且啊 它现在有的是我们这一个 双层排楼的项目 一共有两款 一个是20x70 另外一个是22x70啦 而且最重点是 这里是freehold individual title 所以你要怎样改造都ok 然后它的价钱也非常诱人哦 它在一个这样漂亮的这个地点啊 Mutyara 里尼各地 靠近我们的Nusa Central 靠近我们的Bukainda 也靠近我们的Dots Second Link哦 它的价钱哦 竟然只卖800多千奇而已哦 所以如果今天你有兴趣 欢迎您实时联系我 我是甜妹 我们下期见